我把影片的部分也有丟到Polo上去 另外在云端上面 其实各位也可以看到,这边也有每次上课的程式码 里面当然我们用了几个方法 比如说我们用公司来做的话,可以用MID,FINE 来找到我要的东西 MID是去切那个字串,FINE是找到什么东西 那找当然你可以找这个,这个是全形的中瓜虎 那可是问题,好像有些东西会多找或少找 所以后来我们好像有变的一个方法,就是你可以除了找这个之外 还可以再找他后一个字,后一个字就是那个小鱼 然后这个后面你可以找什么 大鱼跟后瓜虎,这样好像可以又去掉蛮多不需要找到的东西 所以有时候找完之后还要见招拆招 然后再去做其他的变化 那VPA部分的话呢,其实我们也是拿那个100 好,我们是拿哪一个 那个150亿这一体 的那个参考程式来做变动 OK 只是说做完之后啦 大概我们上个礼拜 的结果 大概类似讲的是要启用内容 主要是什么呢 我们清除一下 那当然我这边有什么 字串切割 OK 就把这个里面东西自动切过来 其实这个程式就是151的那个程式做修改 主要是什么呢 先找到什么 找这个东西的位置 再找这个东西的位置 放哪里呢 放变数里面 把这个位置记在一个a 把这个位置记在一个b 对不对,然后再用mid去切什么 切这个字串里面的这个位置开始 所以 我们从这边开始到这边结束 所以把这个范围的东西切出来之后再丢到这边 就大功告成了 可是上个礼拜的重点 那程式部分的话呢当然 尽量还是自己可以想想看 比如我刚刚讲完之后 其实这边 不过你其实可以 我们之前的那个是用a 不过我现在用f1 其实也一样 只是换个名称而已 如果你不习惯 你也可以把它改成a 只是后面的部分的话 一样就是 在这个地方再把它改成a 那就是 这个是找到什么呢 找到 这个前瓜糊加小鱼符 为什么加小鱼符 因为后面好像有一些东西 它也有那个中瓜糊 可是它没有 超连结 也会被找到 所以我们为了避开那些资料的话 多一个小鱼 OK 那因为呢 只有超连结才会有这个小鱼符号 那找到这个位置之后 再把它加1 为什么加1 因为我要找到的位置后一个字 OK 然后呢 再来 找后瓜糊的位置 把后瓜糊的位置再减掉什么 减掉那个f1 因为我们本来是找 找一个字 所以 我们不需要 就是必须要后面好像给它减1 因为我们现在找 要多找一个位置 所以其实就不用减1 就是把 记得好像是b减掉a 你可以把它改一下 这个最后得到的结果就是 长这样子 或者我们直接 这边来看一下 我是上礼拜写的 或者你可以把那个 我把字稍微放大一下 12号字 OK 就长这样 就上个礼拜写的 多一个部分就向下追踪 因为如果你每次都是去找 最下面可能100 那下一次又增加 1010 那当然永远 找不完 所以向下追踪 多这个 其他都没有变 甚至你可以拿 150亿的程式 直接贴上 它也可以work 然后另外多个清除 清除的话是向下追踪 我们一样从b2 向下追踪到 把它用clearcontents 就可以了 主要是用的哪一个呢 用那个range 这个物件 range 物件指的是范围 哪个范围呢 我要把b2到b的最下面 b在这里 b2到最下面 所以就是把那个最下面这个串在 串在后面就可以了 And 这个实际上 就跟 上面这个 这个这一段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差别是说 这个是从a2去追踪 从这个向下 找到最下面的位置 那因为我要删除的是 b 蓝的 所以从b2向下追踪 的那个 所以他就找到b2到b的最下面 那个 位置 帮我做什么呢 后面再加一个方法 叫clearcontents 那他就会帮我把它 全部清空 所以按下这个清除 那就全部清空 OK 那今天的话 因为上礼拜时间的关系 没办法讲完 一定还有同学 所以马上就有同学 蛮好 蛮不错的 就是马上就反映说 老师可是里面 还有 儲存阁里面 不止一个什么 不止一个 超廉洁的 比如说哪一些 像 随便找 这边有没有 你会发现如果用刚刚的方法 我只会找到这一个 那这一个就会 就会找不到 也就是他只会找第1个过来 第2个的话就没有 那怎么办 OK 所以这个这个 还蛮好用的 也就以后 如果你的工作里面 假如说你要找的 资料 是那一个格子里面有好几个东西在里面 那你要把 那个格子里面的那个部分的东西抓过来的话 怎么做 其实 当然这未来 其实我以前用在像那个一些 文学 文献资料 的 比对上面 其实也蛮好用的 你可以把比如说 唐诗诵词 全部放在儲存阁里面 那你要找某些关键字的时候 你也可以找到 自动帮你放到必然 其实也是道理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呢 他这个用途主要是说 帮你找到你要资料里面的部分资料 把部分资料呢 放到哪里呢 放到另外的儲存阁里面 大体上是这样子 所以 各行各业里面都有很多 像这一次我们疫情 受到国外的关注 还有一个部分 就是大数据分析 OK 有没有 其实大数据分析怎么来的 其实很多时候呢 就是要利用 程式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不是说你用人工 不然说你说疫情的调查 疫调 如果你只是用人工来 人再多也做不完 所以有的时候还是要 透过电脑的方式来处理 那问题要怎么样 完成这件事情 所以你会发现 比如说我这个第10列 这个第10列 像刚刚的部分 向下填满的话 它会抓到 但是第10列呢 只会抓到这一个 OK 抓到这里来 但是这一个的话呢 就没有了 这个就没有 所以呢 我们待会 今天的重点 就是要怎么样可以 除了找这个之外 还可以找下一个 跟各位预告一下 后面的部分非常困难 难度 几乎是 算是 你们学习 城市以来 应该最困难的 但是也是 最好用的 为什么 如果你懂得这个方法的话 以后 你就可以 套用在很多地方 比如说你要把 某些东西 抓到另外一个 储存格里面 就可以 套用类似的方式完成 太多地方都可以这样用 很多人每天做的事情 都是用人工 在做这个 这个事情 人工做 哇那资料如果超过万笔 百万笔的话 天哪哪哪可能做得完 可是真的 你不要像 那个很多 现在很多 办公室里面 很多人 就每天都在做同样的事情 那这太没效率吧 那差别多大呢 如果你这程式 写完之后 几乎马上就完成 这件事情 我们来看一下 我demo一下 按一下 但是你会发现 他有点卡比较久 为什么因为他会全部找 所以时间会稍微久一点 我们要卷到第10 第10列 刚刚那个问题有没有成功 你会发现 这样就成功了 有没有 这一个呢 就会自动帮我 也 把它放到这边来了 那未来如果有两个以上 三个四个五个都没有关系 也就是不管他有几个 他就会全部都找到 只是说城市需要修改哪些地方 这关键 那这边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概念就是说 有点像 我们现在找到了 那找到这个位置 再到这个位置 那其实我是主要是什么 把这边的这个位置到这边的位置 抓到 然后放到这边来 那如果要找下一个怎么办呢 特别注意 你要跟他讲说 我的开头 所以 预设如果是找的话 开头会从这边找 找到了 找到了 对不对 那可是 特别说如果你要找下一个的话 你必须不能又从头开始找 头的话也许第1个字 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你必须把什么 把某个位置找到 什么位置 如果你要找 找第1个位置 的话 比如说你要把 这个位置记起来 然后把这个位置 把它加1 意思说我不要从 这边开始找 我要从 他下一个找 就不会找到他了 所以找到下一个 他就找到这个 有没有 所以特别说 这边会多一个概念 就是从什么 从他的哪个位置 开始找起 那这样的话 就可以一直往下找了 也就是说如果你找到了 然后再继续 把这个位置 再加1 再继续往下找 那找到 直到找不到 找没有为止 没有的话 那个 In3里面回来 会跟你讲 这0 意思说0就找不到了 OK 所以我们 这个地方会需要用到一个 叫做 回圈 那回圈不是用for回圈 另外有一个回圈 叫做do while回圈 OK 其实你们 云端上也可以看到 Do while 那do while跟那个for回圈有什么不一样 Fall的话一般就fori 等于什么 一个范围 比如说第2列到第100列 OK 那比如说2到100 是一个范围 对不对 可是do while不一样 do while它不是范围 do while是 一直找到找 找到没有为止 所以呢 如果找到了 就处理什么事情 然后后面加一个loop 直到找不到为止 找不到 找不到意思说 等于回来 告诉你是0 那就跳离这个回圈 OK 所以其实等一下 跟各位预告一下 这个其实 非常非常实用 但是 也是非常非常困难 如果你会学 学的会的话 那以后真的还蛮实用的 OK 所以请各位先把 上个礼拜的部分 先稍微回顾一下 然后待会呢 我们就要解决这个问题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这个 而且 Do while这个回圈 蛮实用的 很多地方就是一直找 找不到为止 所以如果你要做大数据分析的话 反正你就让他一直找 他有点像 以前是用人工来找 用眼睛去盯着看 但现在如果你用程式的话 他就一直帮你找 一直帮你找 比如说你要找什么 甚至你也可以练习 把那个 《红楼梦》里面的 所有的章节文章 输入进去 放在Excel里面 然后你让他找什么 比如说关键是 贾宝玉 在哪 哪个章节 曾经出现过 自动告诉你 可不可能 还有呢 哪个章节出现的最多 统计一下 或者是人民 人民的统计 那以前这些东西都是要人工 像以前我看过真的 像 以前那个什么 有些做目录的 真的就是用人工去算 还真是蛮傻眼的 以前 在 古老我们 那时候刚开始 念那个自学方法的时候 老是教的 就真的叫我们去图书馆 然后去看什么 看那个索引 OK 我想说有电脑的 干嘛还要用索引 所以如果你会用同样的方法 你也可以自己做很多 找到动态的你要的这个结果出现 所以请各位先 试一下 把刚刚的这个 这个范例先打 待会我们来看 如何做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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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